在我们结婚当天 收到了粉丝朋友们的打赏 一共是十万四千一百六十七元 这是大家对我们的爱和祝福 当天呢我和派派商量了一下 我们决定把这份爱给传递下去 后来我和我们当地的交易局领导取得了联系 然后呢我们决定把这笔钱 用于我们当地条件不好的学校 给他们建一些图书馆 购买一些教学的一些仪器设备等等 于是在十月七号 我和小球一起出发去树洋购买图书 这些小图书好好看 哎呀现在小孩子太幸福了 你看这些书真的丰富多彩了 我们要首先保证这些 孩子看的书的这个质量 五百个学生我们至少买五千册 五千册呢我们上天有弄了六个流动书吧 这流动书吧呢就是放在教室外面 跟和学生节约的 几乎开放式的还有每天流动的 那好呀那好 流动的书吧 那好有小孩子如果晚上回家之后想看 你能借点书看看 上次校长过说 就是我们当地那个小学 还蛮缺这些一些设备仪器的 什么显微镜啊 对对对对 一些什么做实验的东西 做实验这方面 这个学校呢 它原来不是一个完全值得玩笑 是一个教学点 它呢在以前呢 就没有这些配套的设施设备 现在呢就恢复到相当一个玩笑 就没有这方面的配套设施设备 以前呢都是通过其他玩笑 和中小学配了一部分 但是不齐全 都是借用的 做实验还要去借是吧 对对借了一部分 从别的学校就来了 我们孩子买了一定质量 过得硬的这种设备 这辆一定要吃 那这辆这辆里就放心 那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我们这个价格也是很优廉的 这辆保证证嘛 对对对 这辆保证的这辆保证的 给我们一下alon就要买了的 这辆保证的这辆保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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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